哈喽大家好,我是刘耀石,稍微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说 看着一个那个大昏命 大突变的啊,记红豆神人的名字几个,跟着他打 后来他不玩了,不玩我就没明灯了 我没有明灯呢,我就去别的里头去找了 找人了,其实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人有些时候啊 财富啊,有些时候跟命运是有一定关系的 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 一个是我跟那一千达不了失失交臂 虽然说 那次冬的是骗人的 但是呢,就是说 这个钱没留住 其实我觉得也是 说看你人的命运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我是怎么觉得呢 就是说 嗯,这么些年 就是说当你和FMG红了面的时候 尤其是你稍微红点大面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就是说 你们肯定有 啊,就是这种体会 就是说,比如说你红了几十个W吧 反正都忘了击板着了 你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 兴奋的是睡不着觉的 兴奋的是浑身这个 感觉每一个血管都在 蹦出来那种感觉 就是浑身就是 哎,血流向上走 那么一种劲头吧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当你有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财不配慰 啊,你能得到财富和你吃的苦是对等的 啊,你吃过一百万的苦 当你得到一百万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平的 当你没吃过那个苦 突然给你来这一笔钱的时候 你得心态是,哎呀,这那了 啊,就是那种 是吧,非常躁动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每天都 睡不着觉 你睡不着觉 你想对身体不好 你们知道吗 啊,就是说你 你得到利比 你根本就驾驭不了的财富的时候 这会儿,无论你从身体上 还是精神上 你是处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的 这种非正常状态会消耗 消耗你的意志 甚至消耗你的身体健康 啊 所以钱这个东西啊 不是说能轻易说拿就拿的 真的是这样啊 那时候有些时候 我红个名就是啊 到了酒店 直接把那个 那些港纸啊 往床上 床单的爬一扑 扑到整个一床都是 然后整个人爬大 往床上一跳 怎么着躺上去 就躺到这个 港纸的海洋里去 就是那种感觉 啊 然后看着这么一床的港纸 就是兴奋啊 就是睡不着觉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好 就不知道拿这钱该怎么花 就把脑子想回去买车呀 还是干什么呀 折纳的 就开始规划 然后怎么着都觉得不行 怎么就觉得这个世界都要容不下我了 啊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是财不配 没有别的啊 你如果说 这 而且当你有这种感触 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的钱一定会失去 啊 真的是这样 你懂的人都懂 经历我都经历 都知道 你拿着这笔钱 你浑身上下 觉得被造了 那时候那个时候 这钱一定失去 啊 这个钱你留不住的 啊 什么时候说你这一笔钱来了 你心情是静的 这钱是你的了 啊 那这就只有体会过的人才知道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是是躁动的 一个呢 是马可正环境 啊 这种 软击件吧 都是内地 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另外就是来钱的速度 太快 太刺的结果 所以导致人每天 整个精神状态就是 老脑子里老有根 一股气 或者说是 就跟打了一针 那种啊 那种兴奋针 似的 老是那种状态 啊 你人长期处在一种极其焦虑 就是 低气压的状态是不好的 但是你老亢奋也不行 啊 所以后来 那个时候呢 我就又去打啊 然后 也没有明灯 就是 人在亢奋情况下 你是没有理智的 啊 什么明灯不能定明灯呢 我就堵神了啊 忠实发附体了 咔咔就去推 很快 这点米就下去了 啊 我跟你说 在马哥这米要往下走的时候 很快很快的 快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相信 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后来这点米 黑到就剩了 一点二百达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黑的 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自己有好多米 因为红的嘛 然后 推嘛 不在乎嘛 然后就看看 推 黑点也无所谓 看看反正有机会 就老角就算眼睛黑了 我后边 我还能红回来 后来 后来就是 红回来了 就黑了 黑了之后呢 心里头就躁动 啊 就是 这一下情绪又下了 啊 然后那个 我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回酒店 休息了 然后后来 老吴啊 吴老哥 老吴又跟我联系 啊 他又在马哥 然后说见面 见面完了呢 他说他来黑米了 啊 也是那 拈头大脑 那咋大脑 然后就是 黑了米的人啊 洗白的人啊 他那种状态都在眼 都跟没了魂似的 然后 那个时候呢 我见了老吴之后 我有种无力感 就是 你红米的时候 你都是有米的时候 你见着朋友也好 干什么也好 你心里头 你是有底的 你甭说咱一块吃饭 干什么呀 你 你最后你能拿出钱来呀 你没米的时候 别人找你来了 你心里是没底的 他说咱一块吃顿饭去 那这就算谁借上了 对吧 马哥消费那么高 你说去哪干什么去 你没米你都 动不了窩 啊 那会就是那样 再一个呢 你有米的时候 比如别人给你诉苦啊 或者说 比如说我现在黑米了 我有什么困难啊 啊 你 有一种优越的 或者说 你要有米的话 你可以帮助他 他没米的时候 他 你自己没米的时候 他跟你说他洗白了 或者什么 你听着也闹心 因为你也洗白了 你也帮不上他 什么 然后 两个人同病相连 感觉有点闹听 啊 那个时候呢 就像那样的 然后那个 聊了一会儿 我跟他说 我也黑的差不多了 然后 他说他正找朋友 掉死蛋 他说 二叔 你知道哪里吃点东西吗 他说 我 已经快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说 那哪啊 那个 大三八那条街 那不是有 好多免费试吃的吗 他说是吗 我说是 我说那你跟我走吧 我带着他去那 我们俩就厚着脸 脸皮子那去 薅羊毛去了 吃那杏饼饼啊 肉脯啊 还有试喝的 那个茶什么的 都是免费试吃试喝的 咔着一顿招呼下来 啊 先是往大三八那方向走 咔在这一侧 右手一侧吃一圈 然后再 走到大三八再扭头 员动返回 左手那侧再吃一圈 反正能吃个半饱不好的 啊 反正也不花钱 啊 这就薅羊毛去了吗 吃完了之后呢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吴老哥呢 就是老吴呢 他那个 米到账了 他不是掉子弹吗 掉了五达六米 啊 然后呢 我们俩呢 一块冲到那个老那石楼铺那去了 啊 然后 他玩我看着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不在状态 就是 想先停一下 啊 吴老哥呢 那天 一下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如神怒 就上来 上来劲了 啊 啊 然后那天 然后那天 那个 班长呢 是一个小女孩 看着 岁数不大 应该不超过三十岁 二十七八岁 长得呢 不能算好看 但是很秀气 很乖巧的 那么一个 就是邻家小女孩的 那么一种感觉 啊 然后呢 就是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呢 不是说他长得很漂亮 说让你比我那种感觉 就是 感觉挺乖巧 挺可人疼的 那么一种感觉 啊 然后呢 呃 每次啪啪啪发牌啊 那那种感觉特别逗啊 然后就跟一个提前抹 有点意思 然后买啊老板 老板买啊 然后那这个老公哈就买 买完了来老板收钱 啊 给人一种很喜情的感觉 那天呢 老吴没少红点 啊 老吴 用的那个五个W啊 红到了二十五个W 不是红到 是净红二十五个W 然后那个 二十五点七W 加上他那五W 那三十W啊 然后当时呢 五啊 老吴就跟我说 说早二十五才吃饭 啊 然后那个 我说行啊 然后那个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聊了会儿啊 然后那个 就聊到他 他以前也做一些生意啊 做那个 做那个 电子生意 就是那个 软件什么的 弄着啊 电脑软件件什么那些生意 然后挣了点钱 然后也后来呢 被自个的那个 供货商什么的 坑了一笔啊 反正也挺坎坷的 做生意的人嘛 都肯定跌跌撞撞浪的 坎坎坷的都经历过 然后后来呢 是为了维持他那公司的 这个运营 啊 然后 来到妈哥 反正 来到妈哥的人呢 理由和出工各有不同 反正最后的命运 基本上都相同的 那个时候 他问我 为什么来妈哥 我就说 为了跟命运争一口气 因为 如果我不去争的话 我的人生大概就是 小时候上学 成年以后上班 晚年的时候上医院 或者说上养老院 就是 基本上大多数人生都这样 我说我不想 让自己的人生就这么 从一出生就被定掉了 就是 就这么按部就班的 走完这么个流程 就完事了 我总想证本一下 甭乱成不成功吧 活出一个 独具特色 与众不同的人生 我总觉得 最失败的人生呢 就是这种 按部就班的人生 没有 就是去过着 别人给你规定好的 这些 这些规规矩矩的去生活 家长让你好好学 你就学就完了 让你上班 你上就完了 让你搞对象 你搞就完了 你结了婚 让你生孩子 生孙子 你生就完了 这样的人生 和那些动物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 我老想了 独立思考 过着自己独立的人生 去冲破命运 对自己的那个家属 当时老王 老吴呢 听完这个之后 喝了一口酒 我好二手 说那个朋友 我交定 我说 这个怎么说呢 人各有志 只能说 我的故事呢 有很多 我说以后 我慢慢再跟你讲 那天我跟老吴啊 我们俩喝了很多很多酒 后来 就喝完那种酒之后啊 老吴把胆给摘了 就是因为喝太多了 其实都是年轻 行吧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 下个视频 那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